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设我们周期呢 是点二分之π OK 二π 而且我们是从负π到正π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 写成为A0 再加上summiss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ancosnx 再加上bnsinnx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然后其中呢 A0呢 怎么办 我们怎么知道A0等于多少 对 整个周期就把它积完 对不对 那最主要我们可以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的cosnx 假设你从负的π积到正π 它会等于0 因为它刚好一个周期 所以它有上面的面积跟下面的面积 同样的 我们要是把sine的nx 也做个积分 那么它也一样是等于0 因为它一样有上面面积跟下面的面积 刚好互相抵消掉 所以当我们把这整个式子一积分之后呢 左边呢会有个积分的 那左边就是 f of x 然后整个积分 那右边呢就是剩下它的积分 它是常数嘛 就是剩下x的积分 所以x从负π积到正π就得有2π 所以除过去就变2π分之一 那里面的呢 summation里面的每一个积分 都遵守这两个等于0的特色 所以就不见了 OK 我这样写 写的不够好了 我再把它写下面一点 这样子排列起来会比较好看 OK 所以我们把a0呢写在这边 2π分之一 负π到正π f of x dx 好 那么an等于什么呢 an等于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 an等于什么 最重要的是 要用下面这几个公式 第一个 我们把cos 我去拿一些设笔来 大家作业都交了吗 作业都交了 再两分钟就不再收作业了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赶快 好 好 假设我们这个是n x 在乘上cos的mx dx 从负π 寄到正π 假设你做这个积分的时候呢 它马上就告诉你 我们会等于两个 第一个它可以等于π 或者是0 当什么时候 对 n跟m 这两个相不相等呢 就很重要了 假设不相等 就是这样子 哦 弄错了 相等才是这个样子的 啊 要相等 这个是要不等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sine也有同样的特色 它也是一样 π或者是0 depends on n 跟m的关系 ok 有些时候啊 我们为了让方式看起来比较漂亮 我们不会这样子写 我们会把它写成什么 π乘上delta 什么 nm 记得吗 我们上个学期 我们在讲laplus的时候 我们有用过这个 对不对 或者这个也是一样 π乘上delta nm 看起来就比较漂亮一点 对不对 比较高级一点的感觉 ok 同样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假设你把它 sine跟口sine混合起来 不管谁在前面 他通通等你 不管你的什么状况 所以这样就很简单 假设我们要求取这个 我们把它整个式子 全部乘上cos 这边是cos 我就乘上cos 一乘上cos 前面就会跑出个cos的东西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会有个an an呢 前面有个cos的东西呢 那就是 ff of x 乘上cos的nx dx 负π寄到正π 那等号右边会有什么 a0 乘上cos的积分 a0是常数提出来 就是cos的积分 cos的积分永远等于0 所以就没有这一项 再来 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我们曾经去不是cosn 是cosm 我只要一乘在这边一积分 就等于相当于两个cos相乘的积分 只有当n等于m的这一项 不等于0 否则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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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等于什么 π嘛 对不对 所以移到等号右边 变成π分之一 所以同样的 bn呢 我们也是这样子做 那么你就可以得得到 整个式子呢 你把它乘上side 那那个式子 就可以了 OK 非常简单 对不对 那么假设我们今天 更进一步 我们让我们这整个equation 变成为 比如说 是 我拿个绿色的笔 p呢 从2π呢 变成为 2l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会写成a0 再加上su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an 然后这里面是什么 cos的n x呢 你要重新的整理一下 π 除以l的 x 再加上bn sine的n乘上 π除以l的 x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 a0等于什么 那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那就要看看sine跟cos 有没有同样的特色 所以假设你也同样的 这样子做一下 你发觉 你发觉他也是等于0 sine呢 也把他做一下 x 他也是等于0 那假设有这个好处呢 就赶快把他通通积分 这一积分呢 左边呢 就会剩下一个积分 左边的积分就是 f of x dx 但积分的上下线是从 负l到占l 那右边呢 就像a0的积分 a0的积分 a0常数提出来 所以呢 一积完分之后呢 变成2l 所以呢 2l出过来变成2l分之1 这里面任何一个积分 直接的积分 通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他就求出来了 用同样的概念 用同样的概念 OK 那a0呢 也是一样啊 完全一样的做法 我们本来是要求到 这个a0呢 后面是cos 我就把整个乘上cos 现在我也是同样乘进去 一乘进去 有没有同样的效果呢 当然有啦 否则就白算了 对不对 刚好乘进去呢 你计算一下呢 你会发觉 它是一样的 先弄cos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再把它重复一次 它也是等于什么 L Delta N 对不对 那cos有这个特色 那我们告诉你 抱歉 这边是副位 sine也有同样的特色 它也是等于一样 对不对 那是两个交互的呢 那也跟上面一样啊 只要是sine跟cos的组合 不管你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我得到了积分呢 只要是积整个的周期啊 它就是0 再乘上cos 有没有颠倒 无所谓 sine跟cos 比如说我这上面写是cos在前面 sine在前面 其实你有没有颠倒都无所谓 对不对 它都等于你 那我就一样画葫芦啊 你就非常快速的 所有的全部都可以把它求出来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expansion的方式 好我们讲过 这些所有的expansion都有个特点 它们针对的是什么函数 对周期性函数 假设我们今天没有个周期性函数 它只有一段的函数 我根本就没有前面没有后面 我只讲这一段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对啊 你就自己去想办法 把它扩展到无穷大 反正我们只要的只是这一段而已 它 f of x 可以写成这整个的sum 也就代表它可以描述整个区段的行为啊 那何况我只有当中一个区段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爱怎么做 就怎么做 那我们今天要更进一步来看一个问题 看什么问题呢 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函数 它一样是从富庸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但是呢 它没有周期性 那那这怎么办 比如说好了 就好像绳子一样 我绳坡一样 本来一条绳子拉着直直的 它一直都直直的 突然间震一下 它就跑出一个一个坡了 开始跑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后面也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我如何来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从我们以前啊 我们上一次呢 我们去解一个题目 就是说 假设我们个周期性啊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周期的 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把它展开来的时候 因为记住 这个Sum呢 这边是上不到无穷大 那当然我们真正做 不可能上不到无穷大嘛 谁有那个力气 去跟它上不到无穷大 你就先一项一项加 看看它有什么差别嘛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的 假设你只有一项呢 那这一段 比如说这一段 这是T 那这一段呢 我们就可以说 你本来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 这样子一个函数 对不对 因为它本来是这样 那你知道 假设你这样子加呢 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只拿一项嘛 你用一个cos来代替这个方波 那当然就不对 所以要继续加 加呢 比较多一点的 的这个相次 但是当你一增加的时候呢 你看看 假设cosx 周期是多少 二排 cos2x呢 周期变多少 排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个n越大 就代表周期越小 周期越小就代表频率越快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当你用很低的频率 来描述这个方波的时候呢 抱歉 你只会得到这个样子的形状 但假设我频率高一点 我用比较多一点 那么 我就可以把这个呢 我可能就可以描述成了 类似怎么样 类似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你们在实验物理学的时候 可以就拿四波器 把它展开来 看看边界地带 你们都看过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代表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请大家要记住 假设有个方波这样子 中间很平的地方啊 很平的地方 是不是代表你 随着时间改变的时候 其实它强度 没有什么改变 对不对 所以才叫做平的嘛 告诉我 这个时候 它的频率是高的 还是低的 No 很低的 没有 频率等于零 就是DC嘛 就是直流嘛 这边是不是直流 随着时间不改变 叫做直流嘛 对不对 那这边描述它 就是用很低的频率 来描述它 就好像我用个sine 或者一个cosine 但到了边界地带 你告诉我 这边本来是这么高 突然间变成一个 负向这么高的 这变化大不大 是不是在短时间之内 很快的变化 是 频率高吗 很高 OK 很高 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假如说有个方波 是这样进来 假如说你这个 电路系统里面呢 你给它一个电容 比如说你是低通 高通率 低通绿波 低的频率会通过 高的频率通通载掉 那你告诉我 它会先载掉哪边的讯号 边界的讯号 所以当你通过一个 低通绿波 它可能就变成怎么样 旁边会圆滑掉 你知道吗 旁边会圆滑掉 假设低通 是低到很低 才可以通过 它甚至于就变成一个sine 一个cosine OK 它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同样 各位学过rc线路 学过rl线路 你告诉我c跟l有什么差别 c跟l有什么差别 假设你有个线路这样进来 我这边加个c 这个是signal 这边是output 请问一下如何output 我这边随便给它电阻好了 它怎么output c是什么特色 我们就从最开始想看看 假设你有个讯号 你从这边开始 这个零点开始 零开始 然后给它一个大的讯号 假设一开始 这边也没有充电 大的讯号代表什么意思 突然间给它一个电流 对不对 给它一个电压 它就要开始怎么样 突然间跑出一个 一个大的电压出来 这大的电压呢 因为电线的本身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做 一个等电位线 所以这个电动室 就会传递过来 到了这边呢 假设你有电流 它会损耗一点 还没有开始之前 它不损耗 就一路过来 到了这边之后呢 这边是开路 那开路就是开路嘛 距离远远的 那也没办法啦 但这两个电容 电容就代表 两个金属片 靠得很近哦 对不对 你就想想看 假设这边是正的 某个瞬间 跑到这边 这边是正的 下面是负的 你想这个是你 这个是你的另外一半 OK 被push的远远的 不能够见面 但是你突然间发觉 跑到一个地方 两个可以见面 OK 可以透过一个纱窗 在那边讲话 对不对 那噼里啪 就立刻就跑到这边过来了 这瞬间是不是电流量很大 但是呢 紧接着第二个 又要再跑过来的时候呢 因为这里面已经有了一队呢 他会对第二队进来了 产生库伦排斥力 就不太容易进来了 这个窗户这么小 你看我们有没有 蚝蚝坑这么小 两个人挤进去已经很好 第二队还要再挤进来 那就看看谁厉害啦 对不对 所以最后没有办法 两个被挤在这两端 就第三个又要再进来了 哇这还得了 这下要打架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越来越难进来 所以就代表说 一开始你给他这么大的电压 但是这边无法呈现 这么大的电压 为什么呢 他还没有累积足够的 的这个电荷 来产生一个电位 所以虽然说 你给他是瞬间达到1 假设这个是1 但是这边要从0 开始慢慢累积 所以呢 这边呈现出来的呢 就会怎么样 比如说上面的讯号是这样 那这边是你的反应哦 它会慢慢的达到 一直累积 累积到最后面 这边已经挤不下去了 OK 排斥力呢 跟这边挤进来 或者这边的吸引力 互相抵消之后呢 就全部都累积到这个地方 就停了 就停了 OK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是类似这个样 对不对 类似是这个样 也就是说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边OP看到是这样 看到是这样 你要是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它现在看到是圆滑面 也就只有上面的这个呢 呈现出来 前面快速变化的区域呢 它无法呈现出来 OK 所以这个叫低通嘛 因为高通 高的频率通通都载掉 OK 那你要是 那 那这个时候就给我们看到 它的一个特性 假如说我们这个东西 送出来的讯号 像我们现在在 在在做呢 我们都要量测 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但是有很多杂讯 也就是我们的讯号呢 假设 我 我希望我的讯号是 这样子的 但你慢慢等了 全世界哪有这种讯号 我们看到的信号都是这样子 好吧 这下告诉我它是什么 我哪里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把这些高速的 把它载掉 就高速在动了呢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啊 互相 好像 有点结合的样子 当然它不是结合 它会跑到这边来 又跑掉 它很自在 它不会在这边形成任何 你观测得到的压降 只有这个直流的呢 会保留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观察到讯号是这样 那我们这边观察到呢 诶 是直流的 我就可以把杂讯滤掉 高频的滤调低的通过 很棒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电容的特性 假设今天呢 我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讯号 这边加个电感 OK 然后我来感受一下 这个是讯号 这是OP 这会怎么样 什么叫电感 电感就是个线权嘛 各位早就学过了 对不对 普通物理都学过了 记住我讲的都是普通物理哦 线权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你没有电流的时候 这里面有磁场吗 没有啊 所以他安安静静的在那边 突然间 你告诉我 你要通进来 一个大的电流 冲进来 抱歉 我刚刚没有 现在突然间一有的话 根据我这个 一一旋转了 告诉我一件事情 你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磁场 对不对 在这个线权里面 本来没有磁场 现在突然间变成一个磁场 也就是说 本来没有通量 现在突然间变成很大的通量 你告诉我 这个线权会有什么反应 他会排斥的 你本来口袋里面没什么钱 突然你爸爸说 这边一百万给你花 不要啊 不要啊 太多了 哇 这个叫做什么 这种发疯的状态 叫做冷次定律 对不对 OK 但是电线就是如此 突然间又给他 一个很大的训练 不要不要不要 他一定就要抵抗 事实上他是假的抵抗 因为很快呢 电流就流进去了 对不对 你要给你爸爸看到 你很谦虚 对不对 然后就赶快把他放在口袋里面 所以呢 他就非常快速的呢 一开始他就抵抗 一开始他就抵抗哦 所以呢 你的讯号是这样 OK 然后这边呢 一开始一抵抗的时候呢 他会产生一个 怎么样 反向的 对不对 反向的情况去抵抗你啊 也就是说 你本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要产生一个反向的 也就是说 假设 你这个很难看 比如说 呃 我这边先把它加装 装个R好了 我这个把它当做 因为这个是V嘛 这本来是V 我现在把它看成I 一开始 能不能留得进去 留不进去啊 你爸爸突然想给你一百万 他们说 不要啦 我又没有读那么好书 我又没有对你很好 对不对 先这样讲嘛 那钱当然不会进到口袋了 OK 所以一开始呢 是零 但是慢慢慢慢的 对不对 爸爸很坚持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 好啦不好意思啦 很快的 那钱就进来了 OK OK 所以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原来呢 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的行为 是不是跟C很像 对不对 所以呢 常常我们在做一个重要的线路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OK 让我们这个系统呢 揭取到我们很重要的资料的讯号 只是呢 我们之前呢 一加 这个杂讯 这边有杂讯 结果呢 这个也会有杂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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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最后杂讯通通都加起来了 就变成 还是比原来的杂讯大 我还是看不到 只是我们现在学到一招了 我们把后面装的这些东西 通通把它丢到液态蛋里面去 温度把它降到什么 零下200度C的环境 哎 它就变得很安静了 对不对 不幸能 我把你丢到液态蛋里面去 你安不安静 好 很快就变冰块了 对不对 OK 然后就很安静 那果真这个时候就很好用 OK 所以稍微我们了解一下 但是从我们的副业集数上面来看 不就是呈现这种东西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比较高次项的 它表达的是在快速变化区域 比较低次项表达的是中间的这个 比较平稳的区域 OK 我们稍微有个了解 这样子就好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来讲我们刚刚的议题 假设我们现在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个 我们有个讯号 是 它从无穷远处过来 就一直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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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这个地方 跳起来 又变成0 好了 请问一下 能不能展开来 假设 你用我们刚刚的概念 这边比较平的 好像比较低平的 比较低次项的 可以来描述它 这一边呢 好像比较高次项来描述它 但不管你怎么描述 比如说这边用低次项描述它 就是cos cos是两边 会一直重复耶 这边不会是0耶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告诉我 我这一边呢 是一个函数 我可能呢 是把它画成为 一直一直有重复 随便画一下 了解我的意思 它这样一直的延续下去 这边呢 却只有一个 请告诉我 你有没有什么好ID 怎么处理 高年级的同学都学过嘛 对不对 我有讲过嘛 你记不记得 或者是假设今天是你呢 当初数学的人 搞数学的人 他们也碰到同样的困扰 他们怎么解决 要是你是在当时的人 你要怎么解决 我们说我们学物理的人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跟原创力 那你就回想当初 那些科学家 那些数学家 他们遭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他们如何思考 把它解决掉 因为你未来 你会遭遇到你的困难 对不对 好像现在我会遭遇到 我的困难一样 那我用什么手法 来解决掉这个问题 你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呢 科学家 他们就在想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能不能从那边出发 想个办法 把它变成它 它怎么做 假设一开始是 我还是间隔没画好 你们就假设我画得很好就好了 它现在意思下去 对不对 那他们在想 OK 假设啦 假设 这个是1 这个是负1 假设1 负1 那当然这个就是2嘛 这个就3嘛 对不对 这个就负2 这就负3嘛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做一件事情 我把它进化一下 OK 又好像皮卡丘 好 现在已经没人看皮卡丘了 我能不能够维持 这个不动 然后呢 我把它拉 长一点 比如说 这边还是1 还是负1 这边我把它拉到3 这边拉到负3 4 负4 我可不可以更近一步 我把它拉远 这边还是1 还是负1 然后这边把它拉到5 拉到负5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它是不是周期系 我只要把它拉到多少 哎呀 无穷远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周期 你看这边的周期 大概是多少 1负1 那应该是 没有吧 周期应该是在这边吧 对 周期是3吗 2啊 应该是3吧 大概是3啊 我管它了 反正中间这个不动 我把这个周期 比如说这个周期 大概是 对 大概是3吧 这边到这边 哦 2.5哦 是不是 2.5 对不对 是不是 哦 这边是2啦 所以我弄错 这应该是4啦 负4 OK 所以 这边应该从4开始 然后这应该变到6 也就是说 这段宽度要跟它一样啊 这边不是负1到正1吗 那就是2吗 这边应该2嘛 应该是3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啊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啊 来来来来 重来一次 重来一次 3 5 对不对 负3 负5 所以我们的周期是多少 4 然后我把这边再往 往远一点拉 比如说拉到 管它了 拉到6好了 这边就变成8 对不对 这边负6 负8 那我的周期是变成多少 7 是不是 我就这样一直的进来 我可不可以把周期 push到吴雄远 是不是就类似那 对不对 那听起来这还不简单 这闭着眼睛就可以把它做完了嘛 对不对 OK 那我们来做做看 我把它推到这边 好 假设可以这样子 那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就开始了 从一个基本的开始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了 把它算下来 看看得到的大概是怎么样一个东西 OK 好 假设是这样子 就代表我们有个简单的square wheel 等一下 我看看 好 假设这边是负L 这是正L 抱歉 我从一个这样子好了 我这边从负1到正1 这个不动 对不对 然后 因为我们要从这个开始嘛 我就建构一个 这个样子的东西 之后一直重复下去 OK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呢 叫做L 这个地方叫做负L 所以我在负L 跟负1中间是0 这一段是0 那中间这边是E嘛 那之后呢 又是0 对不对 然后我的最终的目的是把 记住这边是L 最终的目的呢 我怎么把那个图弄掉了 好 我画在这边 五穹元过来 在一个 这个 一直到五穹元 负1正1 这个呢 叫做F X 它没有L的 这叫F X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这样子模拟它 我们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F X 等同于Limit L趋劲无穷大的 F L X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这样做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策略嘛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这个东西 发生什么事情 OK 我们来执行这个 把这个叫做第一个式子 这个叫第二个式子 好 好 我们来执行这个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哦 FLX 可以写成什么 因为它这个周期性函数嘛 所以左边的就派上用场嘛 它的周期是2L 对不对 P等于2L OK P等于2L 所以我们这边完完全全都适用 它可以写成A0 再这样summationn等于1到无穷大的 的 我们先这样子 虽然说我这边画起来像是偶函数啊 但是基本上我们就假设它是任何一个plus 它可以偶函数G函数或者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维持Fx的形式 其实我 我先不去处理它 所以我不会自动就说 偶函数就是有前面这两个 G函数就是剩下sign 我不会这样 我一起都做 对不对 它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其中的A0 前面都已经算了嘛 2L分之1 负L到振L 的F of x Dx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对不对 好 那第一个 这个Fx FLx 因为这边是FL FLx FLx呢 只有在这个地方有数值 前后其他都是0 所以你从负L开始积分 积到正L 从这边积到这边 真正有面积只有中间这块啊 是不是我只要积中间就好了 负1到正1 中间这块FLx的大小多少 1啊 所以只剩下Dx 这太好算了 这多少 这就是2嘛 是不是 所以2跟2消掉 等于L分之1 A0算出来了 对不对 很好 An呢 L分之1 L负L FLx 乘上cosn的N π over Lx Dx 对不对 一样 这个呢 只有在负1到正1当中 数值是1 其他都等于0 那0就不用积分了 所以呢 我们一样把它缩小到 只有 中间的 是不是 那这个就很简单啊 这就很简单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积分嘛 直接积分 L分之1 OK 然后这个变数变换 里面要乘上N π over L 所以外面要 刚好导数 对不对 Nπ分之L 不然就是除以Nπ分之 这样子好了 我就维持这个 然后呢 再乘上sine的 Nπ over L 对不对 上 x 上下线呢 从1到负1 所以1带进来 就等于sine的Nπ over L 负1带进来 就等于负的sine Nπ over L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 一个正的sine 减掉一个负的sine 刚好负负得正 变成两倍的sine 两倍的sine 所以我们这边 就可以更进一步写成 我看看 这个L跟这个L 刚好消掉嘛 是不是 对 刚好消掉 所以会变成两倍的 Nπ分之1sine Nπ over L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 N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了 BN呢 一样画呼噜 你可以计算 不过呢 我就不算了 假设这三个算管 你丢到这里面去 FL就出来了 然后再往回丢 丢来这边 让Limit L 去尽无穷 他就把它解决掉 是不是 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当然因为我这边 举的例子 这个是什么 这是偶函数 所以BN一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直接就这样写 好 那我现在带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FL X就等于L分之1 好 所以我们FL呢 X呢 就等于L分之1 第一个 再加上 Sum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的什么 Nπ 除以L 好 这个有了 这个是第三个式子 这个只是拴到这边 然后我们要带来这个式子 对不对 就来执行我们想要做的 3带到第二个式子 FX 就等于Limit L趋近于无穷大的 FLX 等于Limit L趋近于无穷大的 L分之1 再加上 Sum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的 L趋近于无穷大 无穷大分之1 等于什么 0 L趋近于无穷大 Nπ 除以L N有很多有限值 对不对 所以一个有限的数值 除一个无穷大 这个是什么 也是0 趋近于0 上一的0 等于什么 0 那你说还有一项 N很大很大 也是趋近无穷大的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当N趋近无穷大 前面这项也等于0 所以搞到老半天 所有的东西 统统告诉你 它等于0 这什么的什么 我FX 是0吗 是不是0 当然不是 那这发生什么事情 说MID的错误吗 要不然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刚刚的意思是说 就这样一直把它展开 展开展开 一直把它推到无穷远处 就好了 就我推了 推到的结果 竟然是得到个0 没有东西的 当然不是的 明明就是有东西 没有东西 我还去算它干嘛 所以一定有什么地方处理 不是很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一招处理过去 告诉我们 Idea 这个Idea很好 但数学的手法上面 有问题 好 那你要怎么办 所以你看 我们做的事情 跟在小学的时候 教的科技完全一样 小学时候的科学 第一件事情就说 我们要怎么样 观察 观察之后去归纳 对不对 就会得到个结论 那学越高等的人呢 就会告诉我们 有了结论之后 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有这个结论 我能不能预测 我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观察了 这个PERS 可以用这种手法 一直的放大 最后就变成它 那我就有机会 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求取它本身的 展开的形式 只不过很抱歉了 头一次一做 就发觉塞住了 是我们概念错误 还是数学错误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对不对 感觉上概念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数学上 有没有可能是 数学上的处理 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处理 就可以得出 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你现在这条路呢 处理得到这个 没有意义的结果 因为你本来是有的 算完之后 却告诉你 它变成什么都 消于无形之中 不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要 回到另外一个 方面来 思考看看 看看应当要怎么做 OK 那这要怎么做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 既然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过来 我能不能把一步一步 都对它做复利的展开 然后我来观察一下 它有什么特色 我不要直接的用这个数学的试试 来弄 我这边不是有展开来吗 展开来在哪边 在这 对不对 我就一步一步来试试看 我让这个L 从4开始 慢慢的增加 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好不好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从这里面 找出一个规律出来 可以得到有意义解答的方式的手法 然后我们把握我们这个概念的付诸于事情 OK 所以呢 他就开始做 第一次做呢 这个呢 比如说L是等于2的嘛 L等于2 好 我们来看看 当L等于2的时候 所以呢 F LX呢 会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 再加上 好 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来咯 N等于1的时候是 拍分之二 Sign的什么 Pi 二分之拍 是不是 再加上 N等于2的时候 二个二小调 拍分之一 Sign的 Pi等于2 Pi等于2 Sign的拍 先造写嘛 再来呢 Sign等于3的时候 3Pi分之二 Sign的 等于3 是不是3Pi除以2 二分之三Pi 一直下去 哦 对哦 Exercise 不是吗 是Cosign 对 是Cosign 抱歉 不是Sign 我错的东西还真多 没有比较好 OK 所以我们这边Cosign 对不对 是Cosign吗 是Sign 是Sign 那是前面Sign 后面要乘上个Cosign 对了 所以根本就写错了吧 Cosign的N盘 对不对 好 重来一次 下面 还要再改嘛 对不对 Sign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一次 二分之一 记住一件事情 像我这么容易做错的人 这么容易计算错误的人 你要了解自己的特性 像我就很接受我的 我的这个特性 做错 我就再来一次 做错 我就再来一次 我会不会说 因为一直做错 反而不想做 会不会这样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可以 对不对 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对不对 没有帮助就接受了 知道吗 没有帮助就接受了 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我可能上学期 有跟你讲过 我们班上一个同学 就是很厉害 他的英文啊 他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字 对他而言是英文 因为他从小在国外长大 OK 那简直是废话嘛 但问题是 我们班上的大部分同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一个月要念一本小说 那是规定的 然后都要考试 小说很薄啊 就差不多大概 五六十页而已 那我们念起来就很辛苦啊 要查好多字啊 我刚才都查了 还是看不懂 知道吗 OK 所以就代表英文能力很烂嘛 就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呢 不同的反应 一个反应就是说 你看看人家从小就有这个背景 所以他念得很好 他都没有什么英文的问题 我比不上他 我没有这个背景 我不念了 所以他就被当掉 OK 另外一个有个同学 他的反应就是说 哇 你看看他是什么都会耶 假设我好好地念呢 我以后有他的十分之一啊 哇 就比现在好太多了 就是说我还没有变成十分之一 我已经看到那个 我变成他的那个样子的 的时候的样子了 OK 所以他就拼命地念 他说我就是要变成跟他一样 所以他的成绩啊 就从不及格 渐渐渐渐就变成及格 OK 假设是你选择 你要哪一种人 你当然要像那种人一样 对不对 你要像怎么样 我看到个model之后呢 我就要变成跟我那个model一样 而不要就把自己抛弃掉了 那只有自己倒霉而已啊 所以呢 我很接受我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我算错呢 我会再来 算错会再来 纵使算完了 我都不晓得我算对还是错 你知道吗 我就把东西放在抽屉里面 隔天再拿来检查 OK 因为有很多时候你错了 你在检查十次还是同样的丑 要隔天之后呢 可能呢 头脑比较清晰的 才可以检查得出来 不过我就接受了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事情 才会有进步 所以你看到这个呢 不要太懊恼 OK 连我都不会懊恼了 你们就不要太懊恼 OK π分子 然后呢 sine 多少 l分子π l就是2 cos l一开 对 l是2 那n等于1 π分子2 x 对不对 再加上 第二项 2π分子2 就变成π分子1 sine呢 n等于2 2跟下面l2消掉 sineπ cosine 2 2跟2消掉 cosineπ x 再加上 n等于3 3π分子2 sine 2分子3π cosine 2分子3π x 再加上 我们多做几项嘛 到时候我们举1反3就可以了 它会等于 1 我正应到了3了嘛 1 2 3 第4 4的话就变成2π分子1 OK sine 2π cosine 2π x OK 这样一路下去 记住这个变数一直留下来 变数一直留下来 但是呢 你看看 前面这个系数发生什么事情 3 2分子1等于多少 1 3π呢 0 3 2分子3π呢 -1 3 2π呢 又等于0 但是1乘上 1 2 但是1乘上π分子2 这个是π分子2变成π分子1 是不是强度减低一半 又变成3分子2π 是不是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边 把这个地方呢 写成呢 跟着nπ over l 有关系 OK nπ over l 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 omega n 这一边呢 我们就来画 前面这个系数的强度 前面这个系数的强度 OK OK 好 第一个 比如说2分子1 2分子1代表什么意思 n等于多少 0嘛 n要是等于0 cos0 就等于1 当然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要管它了 OK 它是2分子1 就相当于0的这项 它就是2分子1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我们稍微把它 我看看 没关系 我们就这样 n等于1 n等于1的这项 n等于1 那前面是不是 排分子2 n等于1 我先把它画在这边 这是n等于1的地方 n等于1的位置 它的强度 大概这么强 n等于2的地方 因为这个是0 所以它就是0 那n等于2的地方 1 2 3 n等于3的地方 它等于多少 负的3分子2拍 又更小 OK 这n等于1 n等于2 n等于3 假设你这样弄下去的时候 很快你会发觉 那n等于4的内项 又是等于0 那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 你几乎可以 类似画出一个 这样趋势图 OK 好 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 你再做第二个 第二个呢 假设我们把 它的强度啊 我们把这个 再变宽一点 这边我再把它放大 我这边尽量弄成跟 跟课本一样 p等于8的状态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很快就会发现 这边我一样用 n pi over oh sorry 那么它呢 很快的 你就会发觉怎么样 n等于4的时候 我现在要把它分小一点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OK 这是n等于4的地方 n等于8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发觉啊 它的强度是这样子 我先画虚线好了 ok 它的强度就类似这样 它就会这样子 假设在一直下去呢 比如说这个啊 我把它变化成 负8 所以它的t变成16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它强度图会变成这样 我先 我没有画足够的条数 ok 这是来表示它是这样 它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一篇 这一篇那是 Omega n 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帮助 假如说 我们要把 这个东西 直接让limit L7性无穷大 我们能不能利用这种关系式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做法 把它做出来 我们能不能怎么样 好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从一个例子开始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解了 解了之后呢 再做limit 就出现问题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 我能不能从这个地方开始 不用例子 做什么事情 好 纵使是用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是做完之后才做limit 我能不能从这个地方就做limit 对不对 我们来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得出一个什么比较有意义的结果 好 现在我需要一点空间 所以我要 反正你已经知道这样做下来是不对的 我就把这个地方化掉 擦掉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来做 我们现在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动手 试试看可不可以 要动手之前呢 我们稍微的把它写一下 这是这边嘛 对不对 那an是什么 bn是什么 a0是什么 我就把它带进去 a0等于什么 从最左边那个图表查一下 2l分之1 负l到占l flxdx 现在呢 现在呢 我要把变数稍微转换一下 我不要用x来描述它 我把它改变成为v的 这个变数称为v OK 我这样子做 那这个x 因为我现在也就是这些系数里面 这样子我比较不会跟后面这个x 这样子我比较不会跟后面这个x夹在一起 OK 再加上su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的 an呢 an是l分之1 负l到正l 的 的什么 的自己的相乘嘛 对不对 一个cos的 n pi over l的x 在乘上另外一个cos的 n 我看看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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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冲来一下 应该说an等于什么 an是什么 我们抄一下 先把它抄一下 an等于什么 l分之1 负l到正l的 什么东西 flx fl v 现在有变数变成v 这边cos我就乘上cos 对不对 这个是an嘛 然后再乘上这个cos 后面我把它擦掉咯 n pi 再加上bn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把an 云峰不动的 把他摆进来 好像an要乘上后面这个 为了避免这个整个变数 互相搞混了 因为这边有x 所以我就呢 故意呢 引进来一个叫v的变数 ok 反正就是x的意思 好 那这样子做 有什么意义呢 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暂时先把它保留在这边 然后我们来 来 来思考一件事情 这边积分是gv ok 这边积分是gv 但是summation里面的n有在变化 后面这项有在变化 这边也有在变化 我们能不能从这边 做一点事情来看看 我们刚刚的limit 趋近于0 问题是出在哪边 出在l是在分母的地方 所以我能不能把这个 出问题的地方 把它置换掉 ok 置换掉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刚刚不是定义一个w omega n是点npi over l吗 我妈定义了npi over l 也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 都是omega ok 我这样定义它 那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假设我现在计算这个的宽度 那我们看看它会怎么样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定义一个叫delta omega了 就是omega n加上1 减掉omega n 我们看看这会变成什么 omega n加1 因为omega n是等于npi over l 它是不是n加上1的pi over l 再减掉 npi over l 对不对 所以前面这个减掉 最后剩下l分子pi 我们发觉这里面l分子pi啊 可以做点手脚 可以用delta omega来代替它 ok 可以用delta omega来代替它 那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地方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比如说好了 比如说这边我们有个cosi的 omega nx nx 那么 我看看 那在这边我们前面有个submission 对不对 submission当然是对这两个有作用 我现在只是在想想看 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来做它呢 怎么来处理它呢 怎么来处理它 我有什么办法来处理它 我们能够怎么做 各位能不能想想看 你现在紧接着你要怎么做 能够把这个跟这个尬在一起 有没有什么讯息可以给我们用得出来 好 所以你看看 现在用这个观察法 要来做这件事情 好像不是这么直觉的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利用得上 我们要试试看 ok来 我们再fresh一下我们的memory 我们说碰到一个无穷远 只有一个single peak的 这种没有周期性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周期性的东西 慢慢把它approx 慢慢把它push到 接近于它 也就是我们假设一个 有周期性的函数 然后中间这个部分呢 跟它一样 它两边有0的这个空间 我们把0的这个空间 push到无穷远处 中间这个留下来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只是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 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 我们先把fl 原来的这个 这个周期性的 做展开来 而且把它实际上数字 带进来 拽拽拽拽拽 拽到最后面 才做这件事情 就发现出了问题 既然到最后面 做出问题 我们能不能前面 就来做一点 假设我们在这边 就把limit加进来 有没有好处 这个就是我们想做 好 limit加进来呢 我们要是很有经验的话 limit加上 smension啊 会个很好玩的东西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什么 假设你搞不清楚 limit加smension 会变成什么 我们来看一个 好玩的东西 假设这个是x 这是某个函数 f of x 假设这边有条曲线 我想算 从a 到b的 面积 你怎么算 最简单的 就开始切块 对不对 这边切一块 这边切一块 假设我切的 大小都 都一样 这叫第一块 这叫第二块 这叫第三块 这叫第四块 这叫第五块 这叫第六块 这叫第七块 它们的宽度 大家都一样 那它只有什么地方 不一样 高度不一样 所以我是不是 把高度 乘上宽度 然后把它加起来 这是不是 它的面积 这没有错吧 没有错 我再重复一次 因为有的人呢 眼光啊 有点涣散 好像已经忘掉 我在讲什么了 我们有条曲线在这边 我要算它下面的面积 a到b的面积 那我怎么算面积 因为这边是曲线嘛 所以简单的做法 我就把它切一块两块 切了七块 让它宽度是一样 然后算每一块的面积 比如说这块的面积呢 是这块的高度 fi 因为它是fx的函数嘛 这块的高度 我定义叫fe 乘上它的宽度 那你总共七块嘛 就把它加起来 是不是就变成 它的面积了 你说太理想化了吧 这边锯齿状 这边是圆滑状 这怎么会一样 一定有点误差嘛 好好好 那这样我把它切细一点 可不可以 我把它切细一点 可不可以 我把它切到无穷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我把它limit delta x 曲径于怎么样 零 那i呢 就曲径到无穷远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把它切成无穷细的条 细到你看不出来 然后把面积加起来 就是它的面积 接受嘛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不就是它的积分了吗 从零积到无穷大 从ag到b 是不是 这个就是微积分嘛 最简单的嘛 我们这边可以利用 同样的方式来看看 我们知道delta omega 我们问题就出在L分之一 这边有L分之一 有L分之一 这边外面又有L分之一 我们发觉L分之 π会等于delta omega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L分之一 是不是可以写成为delta omega除以排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代表 上面这个式子会怎么样 前面这个先不动 再加上 这边L分之一 L分之一 我现在就把它变成 π分之delta omega π是常数 提出来 里面呢 第一项 N等于1到无穷大 这个积分 我保留 这个积分呢 因为L分之已经整过了 积分我保留 -L到正L FL V cos 这边有L分之π 对不对 L分之π L分之π 我们先保留好了 Nπ over L的 V DV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这边有cos Nπ over L 然后我是不是乘上个delta omega 对不对 因为L分之一等于delta omega over pi L分之一等于delta omega over pi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子写 假如说 我把这个叫omega n 那是不是里面这边通通改成omega n 是不是写成这样子 再加上第二项 也是summation 这边的 这边有 负L到正L FL V sine Omega n的x n的v 底v积分 后面要乘上sine的 Omega n的x 的delta omega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不要忘掉我们的任务是要干嘛 执行这个 我们刚刚说我们要从这一步开始执行 我们现在还在处理这一步 处理到后来变成下面这个式子 处理的方式跟刚刚处理方式不同 刚刚就是把这个例子带进来直接把它解了 现在我不解我维持通事 只不过稍稍微把它改变一下 然后现在重要任务有第二个式子 前面要加上什么 Limit L趋近无穷大 Limit L趋近无穷大 好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这边要加进来 Limit L趋近无穷大 这边要加进来 Limit L趋近无穷大 这边要加进来 Limit L趋近无穷大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F of X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等于F of X 是不是 没有问题 第一项 这个Limit L趋近无穷大 他就得给0了 是不是 那0就不理他 那后面这个呢 后面这个我就是想办法 我已经把它转换到另一个地方 没有L了 哇那这样怎么办 L趋近无穷大 什么意思 我们从这边来看 当L趋近一道 无穷大 是不是 它趋近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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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百分之一个 什么趋近一零的东西 是不是代表 Delta Omega要趋近一零 也就是说 Limit L趋近一 无穷大呢 就是相当于Delta Omega 趋近一零 是不是 那我这整个的诗词 是不是可以简化成 π分之一 Submiss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第一个不动 这趋近L趋近无穷大 这边就是无穷大 到负的无穷大 对不对 我把计算过了 用黄色的来代替 里面是HLV Cosine Omega N V DV 这个保留嘛 后面呢 Cosine Omega N X 抱歉 抱歉 我Limit应该加在这边 这边重写一下 好不好 F of X π分之一 大家不动 第一个Limit Delta Omega 趋近一道理 后面这边 Delta Omega 对不对 再加上 后面的 Limit Delta Omega 趋近一零 那这上下线呢 直接我就让它趋近 因为L趋近无穷大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哦 散面弦 我忘了加了 所以 又漏掉个散面弦 东西只好写小一点 就像刚刚前面讲的 你只要看到一个Limit 一个Summation 对什么的 Delta的那个东西 就是几分 所以它有没有Limit 有啊 在这边 这边有个Limit Limit在前面 这是Limit Limit后面 有个Summation 最后面 又有个Delta 它是不是变成积分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积分的数值 我要写上哪里啊 黑板全满了 怎么办 我们把左边的擦掉 好 我们来看看 它会变成什么 这就变成说 这三个的中间 就是你要积分的对象 一二三 中间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积他的对象 中间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积分的对象 所以中间的地方 就造超了 哎呦 吓我一跳 负物穷大 到正物穷大 FLV cos OmEga NV DV 对不对 再乘上cos的 OmEga NX 那我们怎么做 前面Limit加Summation 变成积分 后面的DeltaX 变成DX 我们后面是什么 DeltaOmEga DeltaOmEga 就变成为 什么DeltaOmEga 就变成为DOmEga 前面呢 Summation 就变成另外一个积分 0 G到无穷大 因为Summation 是Sum到无穷大 那本来F 这边有I的 跑到这边来 就不用了 就变成F 所以我这边有N的 通通把它去除掉 解决了 再加上第二项 不变的造超 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是不是 排分之一 把它沉进来好了 把它沉进来 这比较简单 前面我们做的 这一大串的东西 其实没什么 就是一个西数项 当初把AN 把它转换过来而已 我现在把前面的 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 大A Omega的函数 这个叫大B Omega的函数 就好像 本来Summation是A跟B 现在我把它叫做Omega的函数 那么这样一来 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OK 这个Limiter已经Apply进来了 抱歉 这边Limiter L已经Apply到这边来了 所以F的无穷大 其实就是F 所以这边呢 我就不用来写 L的 那我重新烧一下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为 零到无穷大 我就把它写成这样 其中的AOmega 就等于π分之一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 就变成我们的什么 Full Real Integral 这个就是什么 复利的几分 好 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 我们刚刚说 我们这一张 做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干嘛 我们要把一个 非周期性的函数 对它做复利液 展开 结果它告诉你 得到的结果呢 不再是Summation的 它变成复利液几分了 OK 变成复利液几分 好 我们来算一题例子 这一题例子 讲到一半的时候 我要介绍个定理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到底有什么用处 好不好 OK 好 我们先把这个留在这边 我们必须要擦掉一部分的 我们把这一边整个擦掉 OK 来 我们来看看 记住 我们该 该做完的东西 还是要做完 我们有个Pulse OK 它是这个样子 OK 它是这个样子 它在1正负1之内呢 大小是1 正负1之外 通通都是0 OK X可以从负无穷大 延伸到无穷大 请你 对它做 负列展开 根据我们 刚刚告诉我们 它就要变成为 什么样一个 一个展开 一个几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有左边这个式子 告诉我们 F of X 可以写成为 0到无穷大的几分 抱歉 AV AOmegaAV AOmega cosOmegaX 第一个 我先将它的 四字写出来 然后我再分项算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负无穷大到真无穷大 FV cosOmegaV DV 前面要乘上 1% 我来看看 这个怎么算 这个一计算的时候呢 1%V 负无穷大到真无穷大 不管它这个一带进来 FV 这一带进来 只有正负1有效啊 所以 前前后 很多范围都是0 都没有面积的 所以负1就要正义就好了 那1带进来就是1 里面就变成cosOmegaV DV 我们就得到这个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么会变成为 Omega π分之1 cos的 积分变sin V 负1到正义 sin1带进来 就变成sinOmega 负1带进来 就变成负的sinOmega sinOmega 减掉负的sinOmega 变成两倍的sinOmega OK 我们发觉 可以算出来 BOmega等于什么 在算之前 我们先判断一下 这个是偶含数 还是G含数 偶含数 所以会不会有B B 应该等于多少 假设它是偶含数 这个积分会变成什么 一定是0 不行你算一次 π分之1 负无穷大 正无穷大 等于π分之1 一样 只有负1到正义有效 它带进来又是1 直接对sin积分就好 所以呢 sin积分 先把它变数变坏 三七分变cos 它要加个负号 正1带进去 变cosOmega 负1带进去 也是cosOmega 因为cosOmega是 是什么 偶含数 所以cosOmega 结掉cosOmega 等于0 没错 是不是马上算出来了 所以它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f of x 会等于什么 b竟等于0 就是a a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它会等于0到无穷大 Omega π分之2 sin的Omega 抱歉 这边不是对x 这边是对Omega 你看看 我超错这么多地方 再乘上cosOmega x 的dOmega 我们再对它来积分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这个会变成什么 π分之2 可以提出来 0到无穷大的 sinOmega cosOmega x 除以Omega dOmega 这会等于什么 这个积分 就是f of x f of x 是什么 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个积分 一定要等于什么 当x 是在两者之间 他一定要等于1 两者之外 一定要等于0 要是刚好就等于政府 要是就等于他 会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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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要来讲一个很简单的定理 讲完之后 我们答案就可以算出来 OK OK an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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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我们最左边 画框框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呢 它告诉我们 它只有在一种状况下面存在 这个状况就是说 里面f of x的本身呢 它一定要是个 piecewise continuous的function 在你讨论的这个有限的interval里面 它一定要piecewise continuous 我们刚刚举的任何个例子 都是piecewise continuous 而且呢 在每一个点上面 你从右边approach过来的极限 右边approach过来的微分 或左边approach过来的微分 意思就是说 由右边过来的斜率 或左边过去的斜率 都是有限制 好像呢 这一点 这一点比较麻烦 对不对 我们本来写的这边呢 好像没有包含这一点一样 也就是说 但是这一点呢 你从左边过来的斜率是有限的 右边过来的斜率也是有限 并没有发散 假设是这种状况 而且每一个点都是如此 而且假设 这个的积分要存在 假设它不存在就不行了 假设它存在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f of x呢 就可以这个样子怎么样 把它展开来 当然 这跟我们展开的概念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可以等于这个的积分 那么 at the point 好 假设在fx不连续的这个点 就好像e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么 它会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呢 它的数值啊 那这个时候 它的积分数值 这个时候呢 the value of the full real integral equal to left hand 我这样子写好 假设在什么地方 它是discontinuous呢 在x0的这一点 它不连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x取决于x0的负端 的这个极限值 再加上limit x由右端 逼近 的极限值 相加除以2 就是一半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一点 的数字 等于什么 等于左边的 逼近到这面 极限值 跟右边逼近到 这面极限值的 相加除以2 这边逼近过来是1 这边逼近过来是0 1的 它就高点2 其实我们前面的 submission的部分 也是同样的 我们任何一个方波 我们做复利液 展开来的时候 不管你加了几项 我们说 它可以是这样子的 中间这个点呢 都是刚好 这两端极限值的 1分之1 以前就是如此 现在积分的时候 也是一样 好了 我们做完了 做完之后干嘛 做完之后干嘛 这边有个很好玩的地方 从这个来看 这两个不是要相等吗 对不对 假设我今天叫你 直接算这个几分 它等你什么 你们能不能算算看 你用算算看 它告诉你 它没有那么简单 你算算看 你根本就算不出来 很难算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它的结呢 要分三个区域 大的地方 永远等个零 小的地方 因为这边有 拍分之二嘛 一怪 二分之拍 它的结果是这样 你算什么东西 BX BX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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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 大于 没错 谢谢 所以 他反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很好玩的 是 我们可以求个积分 可以求个积分 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来看看 好不好 这个例子呢 可以让我们得到 另外一个积分 出来 只剩下十分钟而已 我看看 好快一点 快一点 你噼里啪就把它算完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从这个地方 也告诉我们 假如说我们 F of X 是 Even Function 你只需要算这个就好 因为B一定等于零 假设F X 是Odd Function 你只要算B就好了 因为A一定等于零 OK 除非你两个都不是 那你知道乖乖的通通算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个 Equation OK OK 注意 我们引入了个新的名词 Furio的Cosine A Integral 或Sine Integral 什么意思 就是按照这边讲 假设它是一个偶函数 因为你只能够 A不等于零 B一定等于零 那A的积分是什么 是Cosine A里面也是Cosine 后面也是Cosine 所以 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叫做Cosine Integral 假设F X 是G函数 只有B不等于零 A一定等于零 B不等于零 B不等于零的状态下 这边是Sine 所以呢 这种积分呢 那B里面也是Sine 的积分 我们就叫做Sine Furio Sin Integral OK 好 现在我们有个函数 是这样子 Exponential 什么事情 它是不是周期性函数 不是 有效区间呢 无穷远 从零开始到正向 无穷远 那既然它是讲内向 那就代表左向 随我们猜了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把它猜成 它左边也一样 可以 这样子就变成什么 Even function 你就是变成Cosine Integral就好 假设我猜测 它是这样子 呃 变成G函数了 那么 我就变成什么 Sine Integral 这样就好了 随你猜 OK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 第一个 Furio Cosine Integral OK 也就是我假设两端 是对称的 变成偶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F of X呢 就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积分 0到无穷大 A Omega Cosine Omega X D Omega 而且同时 A Omega呢 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负的无穷大 1%是不是 是不是1% 对 负的无穷大 到正无穷大的 F of X 乘上 Cosine Omega X 这边叫V DV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那就简单就把它带进来了 第一个 因为我们会用Cosine的假设 就是我们假设呢 右边是这样 我就假设左边是这样 所以它是个对称的 对不对 既然是对称的 我就只要积一边就好了 然后把它乘上2 它就变 Explanetial 负KX Cosine的Omega 负KV CosineOmega V DV 请你自己积一下 噼里啪啦两三下子就积完了 它会等于 2K 除以Pi 再除以K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写成这样子的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就代表F of X 等于 它本来就是Explanetial 负KX 可以写成什么 0到无穷大的 AOmega AOmega就是它 2K除以Pi 除以K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的 CosineOmegaX DX DOmega OK 我们只看中间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发觉 2K除以Pi 跟这个积分一点关系都没有 把它移到左边去 所以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等一下 积分往是2K除以Pi吗 好 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移过去吧 Pi 在下面移过去 变成上面 上面变成在下面 2KPi分之 FuKX 它会等于 0到无穷大 CosineOmegaX 除以K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DOmega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的积分呢 OK 直接就可以写成这样 就得到一个 我们以前不晓得怎么算这个积分的 现在竟然从这个莫名其妙一个地方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是不是以前 你不晓得怎么算这个积分的时候 完全没则 今天 在这个Fuller Integral下面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特殊状况 凑出你不会解的 这个积分 来告诉你 你的答案就是等于它 对不对 那这个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 纵使你们学过微积分 并不代表用微积分的技巧 所有的微分 你都解的 所有的积分都解的出来 没有那么容易 有的积分 你就是直接解 不晓得应该怎么解 你必须要靠着其他的方法 它刚刚好得到一个解 告诉你它是怎么解 好像我们讲负变的时候 又会讲一对啊 你以前不晓得应该怎么解的 得这个积分 必须从负变的眼光下去看 那刚好又这么凑巧了 走路不小心 踢到一颗石头 它告诉你 那颗石头就是你的解 真是瞧到了极点 那这边也是如此 什么东西 这边啊 这个积分你会积吧 因为这是富雄大到正无雄大 这是你 谢谢 你看又写错了 零到富雄大 只要记忆半就好了 OK 所以同样的 假设我继续来 Full sine integral 我也可以把它做完 本来的函数是 这个样子 我现在假设另外一端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F of x呢 就可以写成为 0到无穷大的 B omega sine omega x D omega 其中的B omega呢 可以写成什么样的东西 π分之一 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的 F V psine omega v dV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两边的表示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记他 OK 记他的时候 你发觉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算出来 我直接就把结果写出来 OK 它的结果就是 2 omega over pi 除以 k平方 再加上 omega平方 OK 它可以等于这个样子 所以把这个带进去 马上就告诉我们 F of x 什么是F of x 因为我们这边 这个假设是两端都可以 假设你只注意最右端的 它会等于 Exponential-kx 对不对 上面题目告诉我们 它会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积分 零到无穷大 b omega是这个 2 omega除以pi 除以k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乘上sine的 omega v dV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抱歉 是抵v吗 没有 抵omega 因为上面这边是omega OK 这边是x 那你就把 不相关的题过来 你发觉 2 omega 这边有 有积分 所以只能够把 pi分之二移过去 就变二分之pi Exponential-kx 会等于什么东西 omega sine omega 除以k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sine omega x domega 就等于这样子 就变成你会得到 另外一个积分 所以右边这个积分 告诉你 k平方 再加上k k把它摆进来 从写一个 写漂亮一点 右边的这个积分 可以等于左边这个 这个也告诉你 右边的这个积分 会等于左边 你的解呢 就可以把它结束